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看到這兩隻公仔 大家能否猜到我們今天去哪裡呢? 今天就來為大家來到 鋼琪魚的雞蛋工場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公琪向來物產豐富 香港有不少日本食材 都是由當地出品 這次來到鄉村的雞蛋工場 看看日本雞蛋是如何生產 雞蛋工場有部份是免費開放給公眾參觀 只要在門口做簡單的已經可以進去慢慢走 這間公司至今已成長三代 一直堅持與地區同行的理念 希望小朋友可以通過工廠參觀等體驗 更加了解飲食教育 工場採用全自動機械設施 統一收集、殺菌、檢驗和包裝雞蛋 這裏每小時可以自動處理百萬隻雞蛋 廠家會定期檢查品質是否達標 其中包括雞蛋的外殼厚度、硬度、蛋白和膽膜顏色等等 務求保持雞蛋的品質 雞射採用最新的技術 自動系統不經人手收集雞蛋 沒有雞食的治療營養豐富 令到生出來的雞蛋更健康 這個雞蛋工場除了本身有雞蛋包裝之外 另外也會有很多與雞肉相關的加工食品 就像這個棒燒雞肉 確保所有東西都不會浪費 不說不知還有那麼多與雞相關的食品 好像這一天現場正在做即食的茶壺精 參觀完雞蛋工場之後 帶大家看看旁邊的附屬商店有甚麼買 善太郎屋這裏其實是一間小型便利超市 主力賣日本新鮮的蔬菜食材和食品 所以除了遊客之外 也有很多街坊客人特意來幫襯 我剛進來逛了陣子 然後特意找客放雞蛋的雪櫃在哪裏 然後才醒覺到原來在日本吃新鮮的雞蛋 他們完全不需要放雪櫃 已經足夠地保存到 雖然雞蛋款式有很多選擇 不過就難些帶回香港 如果想買手信的話 這裡還有賣日本水果 價錢便宜 恭喜原產的士多啤梨 都是400日圓一盒 如果大家看完介紹之後 計劃來參觀的話 建議預逗留一個小時左右 已經很足夠 大家不妨參考一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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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Berlin 賣